我是一個被DQ的議員 但現在,我想陳帥夫副局長 他都沒有想過有關確認輸的 因為補選很快舉行 你們諮詢來諮詢去 現在有官司在打 有三個選區,選舉結果仍然是完空 意思就是說,我們很多人都拿不回那些選舉開支 我想請問你們這個窩囊政府 到底何時才解決這個問題 別人去懲請你那個確認輸違憲 違反的基本法第27條 你們就不用回答 你去DQ別人的議員 即是我 現在已經DQ完又要再去簽個確認輸 我想問你們,你們到底是政府還是不是政府 因為發生的確認輸 如果你們一天不弄清楚這個問題 第一,如果梁天琦和陳浩天做的選舉情情 是對的話 即是說全部改選了 有三區改選 問你們 你們做甚麼 我問你們 聶德權做甚麼 聶德權 以前做食環局的 你就做運防局的 運防局的災紅片野 你怎麼做事 你們怎麼做事 你不要以為我不在議會就不會說你 我現在真的問清楚你 有甚麼打算 你們的律政司司長 有甚麼官司要打 你去改立法會的會議規程的時候 你去改改立法會的會議規程的時候 沒有立法會議規程 有誰要 Bloomberg 我有選舉的會議規程 sz個人 錯誤 episode 我想你都不會回答 香港人都不想聽你回答 如果大聲一點也可以 1月1日,2點鐘到東角度遊行 我叫香港人,大聲問問你 現在有個主席坐在那裡,是律師 有沒有這樣的道理? 有沒有這樣的道理? 你7月去做那個確認書 人家去澄清,現在都未搞定 那DQ語言應該這麼快就搞定了 你們是什麼人